音频平台上开课讲好玩的京剧 他还寻着年轻人的喜好做直播玩弹幕 之后余老板又担任了跨界歌王2的评委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京剧演员 本身的身份 就本身我从事的艺术足够分量的 但同时这个人呢 又不是一个纯粹只会唱戏的人 他挺挺有意思的 然后又不是太老 然后还会唱歌 他们就觉得挺好 然后就邀我去 这完全是一个跨界的 可以说是跨界的 然后比较玩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呢也为这个 这个节目也是做了下了很多的功夫 腾出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收获了很多的朋友 然后让更多的人因为这个节目而认识到京剧 原来娱乐节目里面 京剧也可以 没事就插两句 没事就插两句 还挺好玩的 对 确实 余老板极力跨过京剧的高门槛和坚硬外壳 出走体制和娱乐圈碰撞 面对古老艺术的没落 王沛宇选择向外走 因为我一直讲呢 我们传统艺术 尤其是京剧 已经来到了一个传承和传播同样重要的时代 我们过去做的更多的事情是学系